新劇《青春本岳》的一群演员 早前一起去到郊外營地拍攝外景 交代姚卓妃和朱敏翰这段私生戀感情线 在剧中情斗赛的Cantel更会鼓起勇气 向Brian飾演的徐sir告白 不过这段禁忌之戀当然没办法开花结果了 看见Cantel声泪区下的可怜样 就是心痛死一群小飞象了 但另一边相Arock又对Cantel有意思 要演绎好这段三角关系 对身为恋爱白子的Cantel来说 都真是很大挑战 你应该都没有表白了 你总是不会表白的 对啊 你怕别人表白的 我都没试过 这么大小子 不会说到这么肉麻 中学的时候好像没有拍过拖 好像没有 所以有点难拿捏这个情绪 但事前我见到导演 都很努力帮你们做一些功课 自己有没有参考其他剧集 或者问身边的朋友如何表白 其实都没有 不敢问 也做回自己 因为我要拒绝他 所以就做回自己 这个很容易 拒绝很容易 但我要假扮喜欢他 这个就很难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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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我知道 在这部剧里面 很多你们的同伴 都有不少的伤心气 哭气 你们自己是否都要挑战一下 我要的 我有哭气 其实我差一场没拍 拍了其他那些咸皮 对我来说 是有点难的一开始 但是不知为何很快就可以了 都哭到 可以和Chanel有感情线 真的很多人恨都恨不来 说的就是Chanel的头号大粉丝 吴叶昆 当她知道 Brian在剧中 会被自己的小女神Chanel 表白时 都说笑话想和Brian 互换角色 他吃饭 然后他就说他想和猪仔调换角色 对 然后我就在那里说 不要了 我说他爸爸妈妈托我 要看着他 其实我都很大眼力 到时候我会取代了 他那个乐队 不会的 除了拍摄高白气氛之外 郊游露营 当然不照得迎火晚会 一群同学和阿sir 在火队前 为了一起唱歌聊天 学生时代的回忆 都马上回来 坤哥还带领同学围炉唱歌 我也觉得挺棒的 又有营仿着 一起唱歌 像以前中学那样 是 我看到你和Chanel 也有一起唱歌 是不是 你立刻想起当初 刚刚认识Chanel的时候 是 不过其实 就算过了比赛之后 我也有上网再听他那些 我也有看着他 也有听他们全部其他人 所以 但是你这么贵 至少平时会不会给其他学员合 幸好我没有和学员有对手气 我就是和Jaydup多 但是他常常看着我 都忍不住笑 为什么 大家试着看着他 可能会像我一样 因为他很有这个 他很令人开心 是 很好 说得很开心 对 Jaydup很仁慈 Jaydup 现在你进了公司之后 圆滑了很多 是吗 对 在郊外拍摄 虽然难免会被蚊咬 太阳晒 消耗大量体力 不过对于Archie和Rock 这还未算是最金 而是遇上他们最怕的天敌 我今天也看不到狗 还没看见狗 有 有 我假扮看不到 没事的 我们是专业的 有狗走过也没事 昨天不是这样的 昨天不是这样的 前天 前天 前天你弹开 前天哪有弹开 我只是看着他 看着他会走过来 前天是怎么说的 前天我也不记得他 前天没出声 他不是说的 他看到狗在远距 走过来 他已经回到另一个房间 当然 那时候不是在访问 都是自由时间 我喜欢去哪里去哪里 好 但这里是外面 会不会很害怕狗 不会 那么大胆 有至少保护你 是 前辈很好 前辈什么都不害怕 麦蜂也不害怕 Rod很害怕蜜蜂 很害怕蜜蜂 特别害怕蜜蜂 为什么蜜蜂 因为好像蜂蜂 都会飞到哪里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次在英国等巴士下雨 然后蜜蜂可能要避雨 他进了我把傘子 然后进入我耳朵里 然后很害怕 他会撞起来 很恐怖 那最后是怎样 最后我就不断 好像Aaron 现在唱歌这么好听 所以听到奇怪的声音 听到其他共鸣 共鸣 直接有耳机 整群男生聚在一起 少不免会打打闹闹 他们早前拍摄了一场打架的气氛 听说Archie和Rock还不小心受伤 其实我的人比较平静 我不是很喜欢动手动脚 但有一场气氛 就是我们要动手动脚 我们好像很青春 听其他帮打架 那时候很难拿捏 我们不懂得如何控制力度 那我就有些受伤 我有些受伤 他下半身受伤 我就上半身受伤 下半身受伤 下半身受伤 大家的动手中我 我一打架一打架 我一打架一打架 然后又找少坚一口 两个人 很混乱之中 很多东西都失败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首先他们两个一人 一拳一拳 一拳一拳 跟着差点跪下 但免得这么夸张 然后又再来另一个剔 就是他不知怎么撞到 他摸开你们 说你们有没有搞错 对,摸开的时候 少坚又跟我嘴对嘴 所以有… 真棒 对,不知道